手上仪器一离开皮肤 立刻留下一圈圈红色印记 这东西本来其实是用在脸上 只见脸上出现紫红色印记 根本淤青了 好端端的皮肤想清粉刺 却差点被毁 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人减少到美容中心做脸 宅在家也能自己DIY 台北就有民众日前在网路上 购买一款居家水飞缩机 不仅附赠三个吸头 还强调有三段式吸力 配合个人肤质自由调整 这名女子利用最小吸力清洁 结果像是靶罐一样 清洁过的地方瞬间泛红 过一阵子甚至浮现瘀青 但实际来到美容中心 美容是会依据不同肤质 采用不同产品 我们的仪器都会是比较精密的 所以我们的探头 都有漩涡室的这个设计 在我们的里面用的这个 我们的营养液也都会不一样 所以也有可能会遇到说 有人在居家美容去做到这个小气泡 它会有受伤的情况 或者是它因为没有这种精华液的导入 或没有这种营养水的导入 它的皮肤就会有受损的状况 一般民众使用很可能不理解自己肤矿 结果犀利爆炸墙 皮肤还因此受损 而美容师都有经过专业训练 规划一整套完整流程 如果民众想要自己动手来 要多注意避免受伤 TVN新闻成如环调子判 台北采访报导